刘振伟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不过随便拍部电影给朋友救场 竟直接拍出了喜剧巅峰 东城西丘的阵容之强大 当年可是震惊了全国 几乎是集齐了香港所有的影地影后 在无数大片上映的贺岁党 这部电影一记绝尘 直接狂揽了2000万票房 没人知道的是 这部众星云集的大作 拍摄时间竟只用了27天 更离谱的是 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 只是为了给朋友救场子 当年王家卫和刘振伟 从大佬手里拉到一笔资金后 打算拍两部贺岁片 王家卫先拍第一部 第二部再让刘振伟拍 一枪之后 王家卫便带领一大批影视巨星 入住进了荒凉的戈壁滩 等到了以后 王家卫才发现 自己压根没想好拍什么 于是他让演员们先随便拍着 自己想想剧本再说 在开拍一个星期后 刘振伟过来探班 见到他们正在拍欧阳峰的打气 既然一切按部就班 他也就放心了 然而一个月后再来时 居然还在拍欧阳峰的打气 他实在忍不住了 并偷偷问张国荣 拍摄进度到哪了 不料张国荣却说 他连拍的是啥都不知道 更别说什么进度了 刘振伟意识到要出大事 联盟找王家卫询问真相 也就是这时他才知道 原来王家卫压根没弄好剧本 这都一个月了 只有那一个镜头反反复复拍来拍去 眼看胶片的日子只剩下一个月 他才完成到百分之一 这要让那位大佬知道了 名声可保不住了 就在两人发愁时 刘振伟忽然听到了一众巨星的欢呼声 原来隔壁滩上荒芜人烟 没有什么娱乐项目 既然实在太闲 就在荒漠里埋西瓜玩 因为当天皱也温差大 埋过的西瓜会有冰镇效果 吃起来格外爽口 可由于没有地标 既然经常找不到西瓜在呢 所以能不能挖到西瓜全靠缘分 而这次他们之所以开心 就是因为成功挖到了西瓜 刘振伟见到这群巨星 拿着这么多片酬 天天在这挖西瓜玩 实在不像话 于是灵机一动 提出带他们去拍另一部电影 大家本来闷得要死 能换个地方玩自然高兴 可由于事发突然 刘振伟也没准备剧本 所以他只能边写边拍 不过他的脑子比王家未好使 仅用四天就把剧本完成了 反正本来就是一部无厘头喜剧 哪里不行就限改 就这样在刘振伟的带领下 他们只拍了27天 只是没想到 这部随便拍出的电影 不但挽救了王家未的名声 还意外成为香港最强和最偏 过了大老那一关后 王家未总算有了冲突的时间 而他苦思冥想 最终花了三年时间 把自己那部电影熬了出来 不过由于太仓促 剧情内容有些杂乱 上映后观众的评价两极分化 有人说这支部有深度的神作 也有人说剧情杂乱无章 根本看不懂想表达什么 就是一部敷衍的烂片 而这部电影就是鼎鼎有名的 东邪吸毒 从没见过这么荒诞的剧组 四天创作剧本 两个月就拍摄完成 还造就出一部史上最强的喝碎喜剧 因为剧本很随便 所以拍摄期间随时都会修改 甚至有些戏份 导演只想出个点子 压根没有具体情节和台词 好在演员们很强大 临场发挥都是信手拈来 两人演个对手戏随便对骂一场 剧情和效果就都有了 你不要见过亲近我啊 小心我扁你啊 我呸 我想亲近你 你当你是王祖贤啊 而为了增添喜剧效果 一众巨星在影片中的形象 全部都做了颠覆性的改变 比如王祖贤 明明是个可言可甜 人见人爱的白莲花 在影片里却成了 盛气凌人嘴巴毒辣的女汉子 还只是十分自恋的那种 刘嘉玲就更豁得出去了 直接反串起男人角色 关键他演技太好 既演出了男人外表的大大咧咧 又演出了女人内心的小如鸡肠 这么一个内外矛盾的人物 戏剧效果一下就出来了 尤其是他施展三花巨顶神功时 全程只有四个字的台词 却把观众逗得从头笑到尾 三花巨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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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来都是清冷高不可攀的遇见 而这次他也颠覆以往 演了小家碧玉 娇羞可人的三公主 男明星就更绝了 梁朝伟凭借着性感的眼神 层排在帅哥排行榜第二名 可到了东城西旧里 他最性感的部位却变成了嘴了 信不性感 不是性感 据说拍摄这段戏时 两人都快笑疯了 根本说不出台词 笑了半个小时后 张学友实在受不了 只好闭上眼睛说台词 他倒是冷静下来了 梁朝伟却被逼疯了 至于张学友更不用说 一代歌神直接演起了乞丐 根本没把自己的偶像形象当回事 虽然两人搞笑的时候 能把自己笑死 但到了武打戏时 却十分认真 出了高难度动作 两人基本都是亲自上阵 而其中又有很多摔在地上的镜头 梁朝伟简直苦不堪言 再说说哥哥张国荣 他向来是一本正经的男神形象 想起拍摄加油喜事的经历 他本打算再演一次羊羊枪 不料梁家辉下手太快 率先把这个点子抢走 哥哥一看没得演了 只好选了个老色批黄药师 可他没想到的是 梁家辉抢他创意就算了 还在戏里各种折磨他 哥哥那惊恐的小表情和呕吐感 可不是演出来的 那可是真的恶心啊 就连梁家辉对着镜头拍脸部特写时 摄影师吓得都手发抖 诸位大咖在影片中各现神通 为大家呈现了一部 无与伦比的起剧 可很少有人知道 他们拍戏空闲时才是最搞笑的 万万没想到这些影地影后 拍戏期间最喜欢干的事 竟是打麻将 在拍摄东城西旧时 一众巨星休息时间简直闲出了屁 在刘家玲的提议下 竟然只好搓麻将消磨时间 张学友最好这口自然是第一个报名的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 四个人里三个都出老千 九个他一个人坑 结果拍戏的片图全说了进去 幸运的是后来他发现 梁朝伟打得比他还烂 于是他一缺钱就去找梁朝伟打麻将 差点把本钱全捞回来 最搞笑的还要数张国荣 打麻将时因为太紧张 他经常手抖 结果别人看到后 以为他要活大牌 个个都比他还要紧张 后来众人发现了真相 就开始对张国荣使用心理战术 导致张国荣怀恨在心 以后别人接受采访时 就会故意过去捣乱 刘振伟见这些巨星玩的太嗨 担心影响拍摄 于是打算找个靠谱的人来带带节奏 他想了半天 最终决定出30万 把钟振涛抢来客串 怎料钟振涛一听这个价格 当场回绝了 刘振伟知道他在想什么 便叫他先到片场看看 钟振涛过来一看 我的妈呀 主演人均影帝影后 一听人家都是零片厨出演 钟振涛便诚惶诚恐地留了下来 好在他的戏份很轻松 总共出镜一分钟 只露脸半分钟就杀青了 剩下的半分钟 则全程在演尸体 可惜这样的豪华阵容 再也不会有 这样的神作也不复存在 后来刘振伟还想再去辉煌 于是推出了新东城七旧 结果上映第一天 就成为公认的烂片 那时人们才知道 原来一部好电影 不光剧情要好 还在看是谁演的